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功夫在放下 因为放下之后你是用真心 真诚心念佛 那个一句佛号非常关键 一句佛号就跟阿弥陀佛连上谢了 没有放下的人怎么念接不上 好像电信中断总是接不上 因足处一分沉浸 那就是一分的解决 十分沉浸那是圆满的解决 放下真诚心才信心 放不下真诚心不能信心 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 要把它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功夫就得了了 我们今天要改的是什么呢 要修的是什么呢 把自私放下 慈悲心就献出来了 愚痴放下 智慧就生了 供高武漫放下 平等心先前了 一切忍无放下 气情无欲放下 清净心先前了 一切虚假放下 真诚心先前了 这个人叫真修行啊 都在出师带人家 佛法 知难心意 我体会到 心真的不难 知太难了 就是因为知难 释迦牟尼佛 讲经说法四十九 知难了 心太容易了 心上放下了 放下妄想分别执着 就转翻成圣了 放下虚伪 马上你真诚心先前了 放下自私自利 明文立扬 无欲六成 堪称痴慢 清净心先前了 放下供高谋慢 平等心先前了 六根皆出六成境界 放下分别之处 放下占有的念头 放下控制的念头 放下支配的念头 这是先前要做的 然后再进一步 那就是经典里面的标准 放下一切执着分别 其心动力 你念佛 功夫就得了了 那叫经念相及 没有一个不往生 而且往生是高品位 有人念一辈子 都没有办法做到功夫成天 出家老修行人 一天到晚 在这个道场里面 手不立念珠 口不立佛号 念到八十九十 功夫还不能成天 什么原因 我没有放下 这是大障碍 这是病根的所在 连池大师 在苏超里面虽然讲得好 他用了个比喻 讲念佛功夫 您主投于浊水 浊水不得不亲 佛号投于乱心 乱心不得不福 这个话讲得没有错 可是你要记住 念佛必须放下万元 这才叫功夫 万元里头最重要的 放下摩执 金刚经上讲的 古摩像 你有摩像就不行了 你的功夫就不得了了 佛法里面修学的功夫 完全在放下 你的烦恼吸气 放下多少 功夫从哪里看呢 从烦恼清智慧涨 从这里看 你每年烦恼确实清的 今年比去年清 去年比前年清 一年比一年清 智慧呢 一年比一年增长 这叫功夫 这是你修学真有功夫 所谓是 一念相应 一念佛了 念念相应 念念佛 我们今天这个念佛功夫 念佛成功在哪里呢 念佛相应的心太少了 天天虽然念 不相应 为什么不相应呢 你这个念里面呢 夹杂着妄想 功夫不蠢啊 这个烈度不够啊 功夫不蠢啊 你夹杂着我念 道理就在此地 换一句话说呢 身心世界通通没有放下 跟这个佛号柔和在一起 所以这个佛号不得了 没有感应 如果真的身心世界 一念一切都放下了 一念一切都放下了 这个佛号纯 里面没有夹杂 没有怀疑 没有夹杂 那就一念相应 一念佛 有人一天成功 有人两天成功 决定会成就的 只要你真心念 感应快速 原因没有别的 就是放得下 念佛不能像阴定 就是没放下 要常常想想 我还有哪些没放下 没放下的 自己能发现呢 不用别人说 别人也不会说你 说你生烦恼 还要跟你结怨主 那我说你不相信 所以唯一 让我们自己 能觉悟的方法 就是读经听经 言福提众生 二根最立 听经比读经更有效 读的时候没读懂 天天懂 听经凡夫 听一步进度行 古神仙仙教导我们 这个方法是好方法 妙法 一步进 不断重复学习 好死 没有开悟 不换题目 为什么 求念佛三昧 得到念佛三昧之后 就有开悟的可能 这个例子 古今中外都有 只是我们 粗心答疑 没体会到 我们自己 寻着古神仙仙 这条路子走 他走到了 我们一定也能走到 果然 真的看破了 放下了 你就有进度了 你还没有能 真正看破 真正放下了 你虽然天天在这里念阿弥陀佛了 天天念无量寿经 没有进度啊 也就是说 你还没有办法往生 你跟阿弥陀佛不相应 果然真的看破 真的放下了 你有进度了 你自己清清楚楚 明明了了 你居住了往生的条件 你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有感应的 这个感应别人不知道 你自己很清楚啊 我们一般人讲消息 跟西方极乐世界通了消息 谁能够放下万云 就放下这些东西啊 放下贪嗔痴慢啊 放下明文立仰啊 放下五欲六成啊 恢复你的清净心 真诚心 清净真诚 就充满了智慧 不再造作一切罪业 这样人才能够得身净土 他有把握身净土啊